新港鄉立雄林峰基盤的比亞電力 受到疫情的影響 頭部的浪費三年 再一次回來工作的立場 基盤大型的比亞華東 讓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中親友團 可以來到現場感受比亞的快樂 新港鄉立雄林峰基盤比亞電力 受到疫情的影響 浪費三年 再度回來香港工作的立場 先來辦理 讓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中親友團 都可以來參與這個重要的社會 新港鄉立幼兒園第25屆畢業典禮 我們停辦了三年 回來到新港鄉公所的四樓禮堂 舉辦畢業典禮 讓更多家長 阿公阿嬤們 可以來參 更多人來參加 小朋友的畢業典禮 分享小朋友的喜悅 在此讓他們結束了幼兒園的生活 迎接新的學習里程 我們深港鄉幼兒園在深港鄉 不管是私資或者是環境 都是非常棒的 今天也祝福所有的小朋友 畢業快樂 除了親友團以外 鄉長 劉威 冠儀元 鄉民代表 鄉長頂 台風頭人 也都親自出席 祝福今兒 電視高飛 那看到我們的孩子 在幼兒園快樂學習 快樂成場 都活潑有朝氣 家長們選擇把孩子 送到鄉立或幼兒園來學習 是很正確的選擇 那看到我們有打好 這麼好的基礎 相信再來銜接國小的課程 也可以都很順利 祝福各位畢業生們 都能夠蓬城萬里 大展長彩 祝福他們這些小朋友 在往後的國小 國中 高中的階段 能順利的成長 以及受到家長的呵護 能健健康康 近日比亞當勒 以以國家人發為主題 譬如當前往外國風景的跳舞術 搭配不一樣國家的歌曲 就是德國 來天氣竟對嚴格的感受性 讓現實力增加劃力 和很獨特的個人風景 多張華西姆亞鳳吾 新港彩虹報道